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最近呢看了一系列有关这个潜意识的研究 安安老师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后呢这些潜意识的研究我想就也在节目当中呢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也许呢对你们的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怎么说呢 我先讲第一个研究好了 这第一个研究呢是这个实验者呢 他们想要了解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夫妻婚后感觉幸福 那以往呢有很多做这个婚姻辅导的专家 他们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要在爱里面互相倾听啊 回家要拥抱啊等等的方法 去测试这样可不可以增加 所谓婚姻的满意度 但是呢这个研究者呢 他就想从这个潜意识的角度切入 去看看说是不是有些东西 也并不是在意识层面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旧有的方法 而是可能在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些影响呢 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他把这个受试者就是这个夫妻一对一对的 然后去测量一下当他们听到另外一半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 潜意识里面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呢这个实验它是具有一个常识性的 这些受试者他们都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们都已经是情侣 然后准备要迈入婚姻了 然后呢这个实验者呢 他就是先给每一个受试者看 未婚夫或未婚妻的照片 就是如果你是男生 那你就看你的另外一半女生的照片 那如果你是女生 你就看你的另外一半是男生的照片 这样子 然后呢在看完这个照片以后呢 马上就让他们做一个测试 就是这个电脑荧幕上呢 就会出现正向的字跟负向的字 正向的字就可能是快乐啊 开心啊 美丽啊等等的字 那负向的字可能是愤怒啊 恐惧啊 伤心等等的字 然后呢这个出现的字呢 让他们去读出这个字 那这个人 通常我们看到字以后 视觉进去脑里面 然后就要马上反应嘛 那所以呢 他就去测量这个反应的时间 这个反应时间 应该都是在零点几秒以内的 其实就是你看到字以后 你要多久时间以后 你可以把它读出来 那么看负面的字 跟看正面的字 其实它的反应时间 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因为呢 当我们先看到对方的照片的时候 在人的大脑里面呢 我们会把类似的东西 摆放在同一个记忆模块里 所以呢 如果你对你的伴侣 是比较多 这个在潜意识里面 是比较多负面观感的话 事实上在你阅读正向字 跟负向字的话 你会比较快的念出这个负向字 因为当你看到 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你的整个记忆组块 有关于你伴侣的记忆组块 跳出来里面可能就有很多负向字了 所以当你要提取这个记忆的时候 你会比提取正向字来得快 那么相反的也是一样 如果你对对方都是有很多的 这个正面的情绪在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对方的照片 然后你要去读出这个正向字的速度 就会比负向字来得快 那么用这个反应速度呢 收视者就可以测量出 人在潜意识里面对 有可能成为你的伴侣的看法 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 很让人觉得有趣的是 这个实验者同时也去测量 他们在意识层面 对于对方的看法 他要求每一个这个参与实验的人 都去说一说 他们对对方的看法 想法 然后他们在面对冲突时候 怎么处理的 然后他们两个是在爱对方 然后回想起这个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快乐时光 又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把这个 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正面事件 跟负面事件 都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然后再去看他们的分数 那这个分数又跟什么来比较呢 最好玩的就是 在他们做了这个实验以后 这一些未婚夫妻 就是即将要步入礼堂了 那么在结婚七个月以后 这个实验者又把他们 全部请过来 去测量他们对于 婚姻指数的满意跟幸福程度 然后实验结果就发现呢 这个在婚前 潜意识里面就对对方抱有正面或负面想法 这个正面想法越多的 他们的这个婚姻幸福指数就越高 然后而且他们的这个 就是满意度也越高 那么这个就是在潜意识里面 他们抽取这种负面字比较快的 这一些组别呢 他们在婚姻的满意度 与幸福感上面呢 分数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是七个月以后的实验结果 那么实验也发现呢 这件事情跟意识层面没有关系 就是呢 只有这个潜意识的好物 可以去预测之后 他们对婚姻幸福的感觉 但是呢 事实上他们在前面也测量过 这个在意识层面上 喜不喜欢这个人 或不喜欢这个人 事实上要在结婚之前 然后大家为什么会选择步入礼堂 一定是都觉得对方很好 虽然有一些冲突 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 但是也觉得可以过得去 也愿意包容 才会步入礼堂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这个评价 都是很良好的 但是呢 这件事情却没有办法去预测之后 他们的婚姻幸福度 与这个满意度 所以呢 这一件事情呢 这个研究者 他就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 他就说其实 也许我们做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婚姻辅导的课程呢 或者是训练 都是从一个意识层面去下手的 就类似他在实验前面做过的这种 比如说问题的讨论啊 他们去讨论 两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去 面对冲突 或者是以前有过的快乐时光 怎么样共组家庭 等等的这种讨论 跟你真正内心 是不是真的可以 在婚姻里面拥有幸福感的关系 其实不是那么强 所以呢 这个研究者在最后就说了 其实 也许我们去上这些婚姻辅导课程 作用不大 那也许在一开始 我们的潜意识里 对这个人的好恶 已经决定了 我们未来 可不可以跟他共处一生 当然他这个是 比较是有一些玩笑话 幽默话 但是呢 事实上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么那些婚姻辅导的这些专家 或者是从事这一行的人 那难道他们就没有这个存在价值了吗 安安老师觉得也不是 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那么在从事这一行的人 或者是有心想要改进自己的夫妻关系 或者是情感关系的人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研究里面去学到一点 就是说 也许那种传统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进行夫妻沟通 或者是婚姻艺术的那些建议 我们也许要想想 这些建议并不是没有用处 而是他没有透过一个适当的管道传达给我们 也就是我们都是利用 意识的管道在传达 而不是用一个潜意识的管道来传达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学着 透过潜意识来传导这些婚姻辅导 家庭幸福美满的要素 那么就可以取得一个 所谓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至于应该怎么做呢 安安老师下一段 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那么在进歌之前呢 安安老师要先提醒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 就是呢 安安老师的微博号叫做 安安老师的心灵私塾 我再重复一次 安安老师的心灵私塾 听众朋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你都可以透过微博发私信来给安安老师 那安安老师都会尽我的努力去回答你 我们可以透过私信来回答 那么也有可能我们会在节目上分享这个案例 那么这个个人的隐私绝对是保护的 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 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呢 没有私信要问安安老师 也没有什么案例或故事想分享的 安安老师每天也会写一些这个心情感想 你们也可以从当中收到安安老师的话语 有些听众朋友就留言告诉安安老师说 他每天累了一天 烦了一天以后 然后心情很郁闷的时候 很纠结的时候 收到安安老师的话 都感觉整个人好像又精神起来了 希望我的话呢 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好 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 可以加入安安老师的微博 我们先进一首歌 待会儿来继续聊 我们听一首方大同的《爱爱爱》 在那里记载的一个桃花醉 谁在那里填埋的一只字鱼彩 我在这里见怪更怪 结果电影里面人家的爱 更想去看海 穿过人家的爱 更想叫爱 你哭不起来 我笑起来 都为了爱 爱 爱 有一天翻开 此爱 找不到爱 划不开 手不摆 还是更伤怀 爱 还是会期待 还是觉得孤单 才是把我 我爱 都 我在 找到爱 幸福的人 可不肯多 寂寞的人 能不能站起来 我在 这里陪你 无奈 要不想说你别 更加等待 更期待等待 穿过人家的爱 更想叫爱 你喊出来 我静下来 我静下来 都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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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翻开 此爱 还 找不到爱 划不开 手不摆 还是更伤怀 爱 还是会期待 还是觉得孤单 才是把我 我 我 爱 卖不清 买不清 满街 可爱的平白 你们 起来 我 下起来 和你爱 会不飞 整个时代 只要皮肯 刚摆 最不爱 忘不存在 不明不败 不分好歹 都为了爱 爱 爱有你天分开 似的寒长不倒爱 划不开说不败 还是更想快爱 还是会期待 可是觉得孤单才失败 我爱 可我猜 Hello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在上一节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聊到了 我们应该要从潜意识 来促进我们的情感关系 婚姻关系 甚至是人际关系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 这个潜意识 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它其实就是一个捷径 安安老师觉得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方法 可以把这个好的讯息 输入我们的潜意识呢 好 那安安老师在这边 就要教各位听众朋友 一些所谓的小贴士 小秘技 那这些秘技 听到的听众朋友 就很有福气了 好 那这个也是 我们所谓这个 你可以用在你的另外一半上 你也可以用它来 这个 对你 可能心仪 但是它还不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还不是你的男女朋友 来使用看看 也许它会对你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呢 这些方法呢 都是透过研究者研究出来的 并不是坊间一些这个 没有经过验证的 这些所谓的通俗或趣味心理学里面写的 安安老师讲的方法 都是经由这个大学里面的 这些研究者里面 透过很精密的实验去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潜意识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呢 可以用八个字总结一下 就是 若隐若现 简单易懂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若隐若现讲的就是 当我们这个 看到这个刺激的时间一拖长 它就会进入意识层面了 但是事实上呢 时间很短 然后这个刺激并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在意识层面还抓不到它的时候 然后赶快把这个刺激物移开 这个刺激就已经进到你的心里面去 进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了 而且效果会比进入意识更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 若隐若现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大学也是做了一个研究 他把这个女生的图片 放在两种不同颜色的背景下面 一种是红色的背景 一种是白色的背景 然后呢 让受试者 就是男士来观看这样子的图 然后结果就发现呢 当这个男士看到红色背景的图的这个女生的时候 会比白色背景的图的女生呢 觉得这些女孩子呢 来得更有魅力 而且是更有性上面的吸引力 而且这个照片呢 只不是让他端详很久 他每一张照片是秀五秒钟的时间而已 而且呢 这个红色白色的背影 并不是占大面积 就是有一点点 就边框的这种感觉而已 那所以呢 这些受试者的男性呢 基本上你事后去问他们 这些看到的女生图 是在红色或白色的背景下 他是完全不知道 他根本在意识层面是没有察觉的 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红色白色 已经进入他的潜意识 那么在这个古老的演化过程当中呢 红色代表的是一种 在性兴奋的时候会产生的颜色 譬如说脸红啊 或者是在性行为之前呢 这个性器官会充血也会发红 所以红色是代表一种性魅力 很强的颜色 那么在这个短暂的秀出这个红色 在意识还没有察觉到 但是这个红色事实上 已经进入潜意识的状况下呢 他就会去挑起这个人类脑中 就是对于性的这一种刺激 那这种刺激就跟他所看到的 这个女生图片产生了一个连结 所以呢当这个受试者男性呢 发现有一群女生的图片 比另外一群女生更具有魅力 然后还有性感的时候 其实他们并不知道 这是因为背景的 短暂的红色的秀出造成的印象 那么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建议 这个也是那个实验者给的建议 就是呢 你可以在身上 放一点点的红色就好 要记住哦 这个红色必须要是若隐若现的 不要整身穿着红 那样又不行了 因为这个太意识了 那么若要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只要一点点的红色就好 就像安安老师刚刚所提的 若隐若现很重要 所以呢 你也许可以戴一只红色的手表 这样有一点点的红色 若隐若现 好像你要让他觉得 其实他看完你以后 他根本记不得你身上有红色 但事实上是有红色的 达到这样子的目的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或者可以戴一条红色的细皮带 或者是配戴一个小小的红色胸针也可以 就是或者是戴一个小小的红色项链 记住哦 要让对方回想你的时候 记不起你有戴红色的东西 但事实上你有做 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让对方觉得你特别有魅力 那当然这种潜意识的这个实验还有很多 安安老师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既然今天已经教导大家这个 如何提升对方觉得的这种好感度 特别可以用在就是各位大龄圣女 安安老师现在也是 好我们可以去用这样的方法 提升我们的吸引力 那再教各位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也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 这个实验室的实验者呢 他就是把这个三种味道分开来 一种是好闻的味道 另外一种是根本没有味道 然后第三种是一种比较臭的味道 那么这三种味道呢 他透过他把它装在瓶子里 那么闻的时候呢是很快速 而且因为他装的味道是很淡的 所以他就是在受试者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味道释放出来 那么他这个释放呢 他有把它分成两个组 一组是他释放的时间比较久 味道比较浓 所以呢在看这个图片的受试者 是可以察觉到这个味道的存在的 那么另外一组呢 是他释放的时间很短 然后而且味道很淡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受试者 在看完图片以后 你问他有没有闻到味道 他会说都没有闻到 但事实上他们有把它分成 好闻的味道 不好闻的味道 还有没有味道 三种阶段 那么实验出来的结果就是呢 基本上如果那个受试者呢 他是在意识层面 可以闻到好闻或难闻的味道 然后他去看图片 他在判断这个 他对图片上面的 这个人物的喜欢的程度上面呢 不会有太大差异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你闻到香味 或者是闻到臭味以后 再去看这个人脸图 你对于这个人脸的喜悟程度 并不会有什么差异性存在 就这个味道并不会去影响你 但是呢 另外一组就是这个 若有四五的味道出现的时候 而且你去问这个受试者 他们会说他们根本没有闻到味道 但是事实上空气里面 是有这个方向因子 已经进到潜意识里面 但是意识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去比较这个差异性 就发现呢 如果他闻的是好闻的味道 他对这个 所看到的这个图片的好感度 会比闻到臭味的味道呢 来得高很多 虽然说在意识层面 这些受试者都不觉得 自己有闻到任何的味道 所以呢 这件事情也教导各位 这个如果你有想要追求的异性 或者有心仪的对象 那么你可以试着 除了佩戴一点点红色的东西以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呢 你可以擦上一点点淡淡的香水 而且切记要越淡越好 这个淡的味道是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佩戴红色的东西一样是 对方根本不知道你有擦 但事实上你已经擦了 OK 所以不要擦了以后 还自己闻闻看 嗯很香 效果并不好 重点是你 喷一点点以后 你自己要觉得 嗯好像没什么味道 但是你有喷 这样就OK了 好 要连自己都闻不太到 OK 我想我讲完这一集 如果有香水厂商听到 应该会很想答案 因为大家的香水 因为大家的香水可能用很久很久都用不完 因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OK 好 那就今天呢 我们就先分享这两个小小的潜意识的贴士 提升好感度 还有你的性感度 还有你的魅力度 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就要来讲讲潜意识如何进入一段 我们所谓的情感关系 刚刚讲的是比较是追求方面的部分 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首歌 待会回来继续下面的节目 我们听一首 《黄陵的夜来香》 要越夜越美丽哦 那暖风吹来晴凉 那夜阴地声启唱 月下的花儿都入梦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我爱着夜色茫茫 也爱着夜音歌唱 可爱那花儿一般的梦 拥抱着夜来香 晚安明着夜来香 夜来香 我为你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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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着夜色茫茫 我为你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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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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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来乡 我为你歌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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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歌唱 啊 我为你思量 我爱着一色茫茫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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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